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出道至今 七年的时间里 他主演了十几部影视剧 从古装到现代剧 从自艺少年到沉稳王爷 从小人物到霸道总裁 十多部作品里 几乎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工种 行业 朝代 但是有多少人记得 任嘉伦从小有一个爱斗梦 从十六岁起 他就喜欢音乐 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在机场上班的时候 他自己苦练舞蹈 即使当时看似毫无前途 但仍旧在坚持住自己热爱的事业 即使任嘉伦以演员的身份出道 即使所有人把他定义成一个专业的演员 即使所有人都忘了任嘉伦曾经远赴某国深造了四年 他仍旧记得自己的梦想 十六岁开始自己尝试 练习 摸索 闯荡 三十二岁时 历经半生的努力和执着 他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 三十二 立 这一点其实非常符合任嘉伦的性格 也符合那句所有被嘲笑的梦想 才更有被实现的价值 即使当初再多人不看好 他仍旧依然坚持住自己的初心 三十二岁生日之际 他用这张专辑作为礼物 送给成长中的自己 也送给喜欢他的粉丝 这是他人生第一张专辑 第一个为他而定制的MV 其实此前任嘉伦也以导师的身份 参加过舞蹈类的综艺节目 也在各个舞台上展示过自己的舞蹈功底 这个男人只是不炫耀 但不代表他没有实力 在所有人都渐渐遗忘了他的爱斗梦的时候 他仍旧执着努力住 并没有因为不被看好而放弃 这就是任嘉伦的初心 他的这份执着 不由令人心生敬畏 02 嗨放舞台 燃爆青春 任嘉伦的心 好像永远都是18岁 敢想 敢做 敢闯 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尝试的 没有什么事不能坚持的 在嗨放派这档节目里 我们时常能够看到他充满疑惑的眼神 但也时常能感觉到他对于工作执着和认真 但是最令人意外 最令人期待的 是任嘉伦在收官舞台上的这场舞台炫技 收官舞蹈 舞台上的人嘉伦 自艺 张扬 有一种全场我最拽的感觉 酷酷拽拽的大男孩模样 非常吸睛 这是不一样的人嘉伦 是他自信昂扬的一面 是完全不同于生活 不同于电视剧的一面 摆脱了生活里的乖巧 随意 舞台上的人嘉伦才是真正最炫的王 总感觉距离上一次 他这魔炫舞技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但实际上是我们太贪心了 一边盼着他多拍剧 一边盼着他带来更多不同的面给我们 电视剧里的儒雅 生活里的逗逼 舞台上的酷炫 每一面都让人充满期待 嗨放舞台 燃爆青春 人嘉伦的明天 值得期待 03 其实还是非常想说一句 谢谢你 任嘉伦 你所有的执着和努力 都最终不会被辜负 也不会被遗忘 大家记得你的舞台梦 记得你喜欢音乐 也记得你为了做一个好演员 曾经怎样的努力 曾经最爱我的你 你比我说过的甜言蜜语 无人能把你带起 忘了我吧 忘掉过去 就让一切的一切都随风而去 忘了我吧 别再回忆 感情的世界有太多的神不由己 我会把你 我会把你珍藏在生命里 找一个比我更疼你的人去爱你 忘不了曾经最温柔的你 曾经最疼我的你 可在我心中那爱的眼睛 怎么也无法抹去 曾经最牵挂的你 曾经最爱我的你 你对我说过的甜言蜜语 无人能把你带起 把你带起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忘了我吧 别再回忆 感情的世界有太多的神不由己 我会把你珍藏在生命里 找一个比我更疼你的人去爱你 忘不了曾经最温柔的你 曾经最疼我的你 可在我心中那爱的眼睛 怎么也无法抹去 曾经最牵挂的你 曾经最爱我的你 你对我说过的甜言蜜语 无人能把你带起 曾经最牵挂的你 曾经最爱我的你 你对我说过的甜言蜜语 无人能把你带起 把你带起 把你带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